Hello, 我是LuckLuck 今天繼續講講跟討情報 昨天就介紹一些新角色 今天就是這個全情報的公開 首先復刻時間 在10月11日 3日後,下星期一 結束時間是25日,10月25日 是為期兩星期的復刻 抽彈方面先看看 期間1和期間2的Light Up 新重也有兩隻,七星有女帝、破壞神那些 跟上次都是差不多的 看看,我們看看Skin Pack OK,Skin Pack 首先新Skin Pack沒錯,是這個 RO女騎士,這個7星的變身重 即是這隻是新的Skin Pack 這個Skin也挺可愛的,好棒喔 全部屎萊姆,好可愛喔 這個,這個真是,甚至抽不到都要賣 太可愛了,好棒 然後,對啦 女帝啦 最強的隊員女帝依然都是可以賣的 雖然女帝現在的必要性就 降了少少,但是只是少少而已 就是少少 依然都很強的 因為本身有耐性 4SB,4-5個心強化 在護血方面是很好用的 好,女帝的PAT 以及這個Lucy Lucy的PAT 還有一個最後是吉祥女神 OK,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喔 這個是7星確定的PAT來的,OK 好,那這裡就是這個新的 還有新關,新的關卡 波連 哈?波連的塔 OK 好 那這裡就是 跟好的活動詳情 即是火黑時間和抽蛋那些 我們看一看什麼 就是今次火黑的進化情報兼 能力調整 即是強化動用 昨天的女騎士和鬼鬼都是看過的 好,那看看強化角色 都幾多下的 這樣的話應該全部角色都是強化的 好,那逐隻看看 看看吧 第一隻是神道 哈諾卡 那是 看看先吧 超過性是 7C、10C、4光橫牌 13攻沒有變,都是低攻的 技能9C、D技變了 加血半減 這打加攻 對章技都加了3C加算 那這一隻好像是4紅幣換的 我沒記錯的話 那都是無火金來說差不多啦 好,這隻是,嘩 這隻好懷念啊 這隻是NP寵來的 70萬NP 50萬呢 這隻一定要講一講 因為我跟這隻東西是有個 故事的 我那時候是棄了GAME一陣子 即棄了PND一陣子 之後玩回來就發現是沒有什麼Lead用了 公司同事就說 不如試試買這隻吧 NP寵也不用課金 又厲害 之後我就聽他說買這隻 那一用呢 就用了超久這隻東西 那時候玩水隊 用了超久 真的很懷念當時一個無火金重可以用那麼久 應該用了一年左右 這隻玩水隊 但是不知不覺已經那麼久了 那正題先 那角色是 這個加上 Skill Charge 3色強化 嘩,這樣都變了多色砲 超過性最大4SB 加個4色5色強化 OK 那就多色砲啦 本身技能是 加3倍攻回 隊長技能是3倍攻使用技能時7倍攻 又1倍攻半減 300萬追 老實說 就是buff員都是差不多啦 都是難一點用隊長的 隊員方面都是難一點點 不過就 對啦 跟他有點感情 好這個是武裝後的這個NP寵 2way 水掉落 OK 技能差不多 2way的水掉落 無裝 這個也是 無火金重來的 是4SB 超過性加個10C毒耐性大的 這隻也是以前的一個快刷的 角色啦 那角色是強化一點的 技能都是加攻擊力 其實就不算特別大buff啦 好,這隻也是無火金重 黑白盒 SB啦 37C魔法貫通的角色 以前的一隻 買了兩隻可以玩個 不斷的護血Route 那現在應該就沒什麼人用了 不過看到強化也是 挺正的 好,那下面開始是 一些復金重啦 一些用蛇抽的重 那首先是黑袖真機覺醒 是沒有buff到的 那這打方面是buff了什麼呢? buff了個 蛤? 攻擊力和追打 OK,那都是還好啦 500萬追 20倍攻 那這一個是Q版的 那Q版都是buff了個攻擊力 還有覺醒 覺醒是buff了做 大SB 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 OK 那下一隻是煉獄的雙星 覺醒 這個大buff 42way10C 獨內性 OK,4SB 是2way的火隊 技能是buff了做 解鎖 OK,其他沒有變 那這一隻入火2way好像不錯喔 覺醒挺漂亮喔 好,這個是Q版的 也是buff了個SB SB和7C 而技能和這打是沒有變 那下一隻是雙之神 覺醒是Buff了多個龍Q 那這隻龍Q很棒喔 因為這隻我沒記錯的話是可以潛覺龍Q的 那前班是6個龍Q 那幾位打Ranking關、打杯賽都不錯的 那技能沒有變,這隻沒有變 那Q版的是4SB 然後加回... 喔沒啦 沒啦 4SB都不錯的 4SB3C的技術 那也是一隻快刷用的 即是打關用的隊 類似鬼之珠的性能 那下一隻是動刃神獸 哇,超喜歡病 那覺醒是變回,看看先 OK,多個50%以下強化 技能是7CD技 即是減了2CD,其他沒有變 OK 那Q版方面是... 喔... 7橫牌4SB喔 那跟之前比是多過2SB啦 這一些也是快刷用的 即是刷關用 即是打一些極煉這些都不錯的 4CD多少是短的 然後是癥結的女神 癥結的女神 好啦,癥結的時候我們要... 聲線要清一下 那是6個...不是6個 看錯了 3個光環牌 3個精靈Q 然後大SB 大手指加個按摩Q 技能是5CD技 那是上面光環牌 邪魔轉心 OK OK 那這個是Q版的女神 那是4SB啦 3七仙魔王冠 難道...嗯,不錯喔 這個不錯喔 這個不錯喔 不過技能是減攻 減攻左回右光 都不錯,其實 挺厲害喔 4SB的王道火力 不錯啦這個 進回普通的光隊都... 火力都不差的 那這隻是JEDA 那JEDA昨天都說了 那先看看有沒有新的東西 都沒有啦 但是看回呢 原來之前是10CD技 現在是4CD技喔 這個是超大不利的 那JEDA的暗黑版呢 就是...看看先 拼了什麼 SB魔王貫通 嗯,魔王貫通 但50%以下強化的水隊 真的很少見啦 那8CD技的加了什麼? 只是加了攻擊力 那就還好啦 那隊長技都是啦 都是拼了個 追打兼1.5倍攻啦 那都是未到那麼容易用的 但是以前的水半減隊呢 即是水50%以下隊呢 是非常流行的 OK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重現回那時候的 那個王朝 我想應該就暫時難一點啦 這裡是Leader skill 輕減是調整了的 應該是35%啦 我想是 那下一位是Lyzer 那狼殺又是 以前是一個非常之強的重啦 TXB了6SB 然後 大手指沒有啦 那隊長技Buff了 半減 80%以上半減 OK 即是兩倍血半減 雖然是有條件的限制 但這個 耐性配置也是 即是暫時是最強的啦 好,Darkside的Lyzer呢 曾經是非常之實用的隊員啦 15CD的破傷級 以前是17CD 那這一招技是打很多關都很適用的 Lyzer Buff了兩CD啦 然後隊長技是Buff了什麼 提示一下 半減 1.6倍半減 木屬性 攻擊力4倍 暗屬性 即是木暗的玩的 但有半減有追打都 都不差的 然後這個是 Zuku Yomi 即是閱讀的 機力 哇,不知道什麼 所以這個不是力 這個是卡 看錯了 即是閱讀的公主音啦 那 閣是Buff了什麼? Buff了10C7C OK 都是大的Buff來的 不過本身攻不高啊 技能沒有變 到了沒有變 那下一位是惡魔叉謀 Joker 覺醒變了帶SB 然後10C的L字 L字暗隊就難用一點 9CD技 有輕減又半減 OK就這樣啦 那下一位是這個啦 暗的水魔女 這隻曾經都是幾正的 即是幾十款型的 看看先 3位就Buff了 覺醒沒有變 然後隊長是7C 就65%輕減 25倍攻最大 那都OK 7C就有個大輕減 超過性加上個五色強化 嘩 那五色強化7C7C都幾高火力 因為本身沒有附屬 又難玩一點 假如有屬的話 入回五條隊應該都幾正的 好 下一位是這個 黑水魔女的帽 那是有個 厲害喔 這一把厲害了 就是 SB加手指防綁加上個 新的效果 暗掉到強化 那這個好用啦 入暗隊 OK 那下一隻是奧米加 那技能是變成了1CD技解落 出火珠 咦 正 1CD技解落 火隊 火光屬 咦 這一隻好用喔應該 1CD技解落 都幾有趣喔 然後這打是2倍3位 使用時12倍攻 這個就難用一點 因為限了技能的使用方法 但隊員方面是不錯的 有1CD的解落技 好 下一位是這個 辛恨女神的卡 看看吧 4火環牌防風條 OK 即是他的武裝 好 那都是一把火環牌武裝 但是1CD技就難計一點 Darkside的他就看過了 昨天看過了 也是沒什麼新東西的 好 那下一位 這位是以前的一個假轉 技能加上覺醒無效全回復 OK 那隊長方面是3倍血 咦 3倍血我Buff了做 L-4倍 3色5倍 哇 3色就真的差一點 加上HP也是綁龍屬 都是難用一點 好 那Darkside的他就 看看先 覺醒Buff了做 大SB 僅此而矣 大SB 其他沒有變 8CD技是 Gialog兼半減 不過都是 都是算了 沒有深珠的3色陣都是難搞一點 好 那隊長技是 太太線4倍 攻輕減 即是加回輕減半減 都是這樣 下一隻是 Luluna 是4SBBuff了做 其他是沒有 技能是 B7CD技 加算 加手指加攻 解落 兼且木橫牌 7CD技多多少功能性 看得都不錯 對長技是全三圍的2.7倍 木屬性 OK 木橫牌隊 應該是放回周回向居多了 Darkside的他是 大SB然後 沒有 技能是12CD的全解 兼且HP全回復 加手指加回加攻 12CD 1 2 3 4 5 6 7 7個功能 這個技能很厲害 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是不是全遊戲第一隻 神經病 7個功能性全部解掉 什麼都解 好似這個 雖然CD是長了一點 但是呢 7個功能性那麼多 12CD都是合理的 對長技能是攻回3倍 恢復2萬事 全覺醒恢復 加回3倍血 也不錯 3倍血的隊長 阿不過幫助這個4食多食 拜拜 但這隻隊員方面是不錯的 雖然覺醒是Q了一向 下一位是如月 這個Nightor 覺醒 看看SB 大SB 然後 加一個什麼 喔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這個 Dia Sinfonus的覺醒 技能是Buff了做10CD技 其他沒有變 那隊長技方面 加一個什麼 喔是變成了7CD 不是7C 就12倍 即是容易用一點 OK那得了的如月呢 都是Buff了大SB 4SB 然後其他沒有變 技能是10CD技的 光珠99的放題 連上解鎖 兼且光環牌 OK 對長技方面是 變了24倍攻 然後光兩寸就60% 輕減 兩次加算 都是這樣啦 暫時看上去 性能都是 比較參差 有些勁有些不勁 可能覺醒勁但技能不勁 可能技能勁但覺醒不勁 合起來的話都是差一點 畢竟是舊角色 都是難一點 好 先下去 這批算是新的了 風袖增機 覺醒沒有變 真是孤寒鬼 技能是Buff了7CD的7回合 回復 咦 有一些剃頭 好棒喔 7CD的自己回復力 好棒喔 HP回復才對 技能方面 對象方面是 2倍血的輕減 11倍攻 Buff了11倍攻 其他沒有變 這隻可以同目潛搭 好 下一位 Q版的真機 覺醒方面變了大SB 這打就Buff了做什麼 6倍攻 OK 好下一位是 白羽騎士 這隻我個人認為是蠻漂亮的 即是角色圖 覺醒Buff了4SB大Buff 兼且7C10C魔王貫通 這個大Buff 技能是5CD技 水轉光 全版Lock兼覺醒全回復 這隻厲害喔 這隻絕對是目前一個光屬的 近一線的隊員 覺醒又漂亮 4SB兼暗炎耐性 兼且有 貫通10C7C 技能是解覺醒全回復 兼且轉光珠 這隻一定是厲害 這隻一定是厲害到瘋的隊員 雖然光車我是沒有啦 不知道光車是怎樣組的 但一般的光屬 光環牌隊也好 光combo隊也好 都是一隻很厲害的 很合入的隊員 隊長方面是以前經常用的76轉尼打 那Buff了什麼?Buff了做攻擊力16倍都沒有變 Buff了什麼? 看不到 Buff了輕減率 OK 好 下一位是Q版的白羽騎士 那是SB啦 沒有啦 其他都沒有變 那這一隻我想要退回了 退回到進化前的這個超強 好下一位是嚴育的戰女神 這一位 那是...都大Buff了 SB 2秒手指 7C 10C 然後Q那 然後技能是... 加了個什麼? 200萬的傷害固定 都說還好啦 Q版的他是加了10C 兼且SB 其他沒有變 那這一隻都是... 我想都是快策用的了 好下一位是海獸獸 海獸獸 那是SB 7C 3粒 就是多粒7C 那這一位以前都是... 算是水多一個很常用的隊員啦 因為覺醒漂亮 兼且是把CD的解角技啦 搞完覺之餘呢 兼且有個三色陣的 那這一位以前是經常性是入隊的 那強化之後加回傳媒服兼且是解鎖的 嘩還沒說以前 一邊考古變成廢老的 topic 好下一位是這個海獸獸的 Q版 那就SB啦 7C 3粒 嘩兩粒的水串燒 那入水隊都不錯的 但是技能那些都是... 呃... 不算特別勁啦 現在三色陣技就... 下一位 這個是Lilya Lilya Lilya應該不錯的喔 看看先 角色沒有變 嘩又沒有變 那技能是... 加回個... 咦 轉轉轉喔 嘩 那隊長方面是1.5倍半減 OK加回個半減 其他沒有變 那算是上回正常坦度的Lilya Darkside就Buff了個5CD技 加回個燒豬無下全回復 咦 不錯喔 即是近似爆羽騎士的Buff 多棒喔 不過本身是L節的木隊就... 難用一點點啦 那跟目前的相性 好 那下位是... 遼遇的大天使 覺醒無辨 技能是10CD技的全回復 嘩 全解兼擊減盾 嘩 這一隻又是多厲害啊 那曾經是超級... 真的是廢的 雖然不想說廢字 但是以前真的很廢 以前這一隻是七星的假轉來的 總之這一隻真的哭三聲都搞不定 那這打是... 變成了這個無條件半減 然後輕減 嘩 都Not bad喔 厲害了很多喔 沒有combo隊 Not bad喔 真是不錯喔 好然後這個是... 他的武裝啦 那是有個... 呼籃耐性 即是加回呼籃耐性 有個全解的技 那武裝的話都不錯的 但是本體都不錯啦 那現在不翻做一個全解技 好 下一位是... Dark Side的天使 那是BuffD什麼啊 覺醒... 有嗎? 喔 大手指啊 那麼少東西 那技能是9CD技的解手指解回解攻擊力 都不錯的 那技能都不錯的 只是9CD是長了一點點 那這打是7、6這打啦 都是這樣啦 即使用法就不會特別變啦 那下一位是... 嘩 這隻是大獎 曾經的大獎 這個暗的呼喚者 覺醒方面變了 SB 那連上超怪醒應該是6SB啦 正喔 6SB 暗傳燒 7C、7C 然後無話貫通 都不差的 那技能是變了做... 唉... 那就差一點了 6CD技的6回合暗珠放題 我打算如果這個... 燒珠加這個覺醒可以全解呢 那就fit啦 那就直上一線啦 真是 嘩 可惜是都是5回合的回復 現在的回合就真是難搞一些 難度也是難一些 隊長方面都是buff了些什麼 輕減 僅此而言 那武裝方面是buff了個HP強化 6CD技 OK 沒變到的 那打完了麻煩 不得勁點麻煩 看看先 那個醒是SB大 謝謝你 那既然是2CD的4顆暗生成 那其實不用變身都是算短的 但是 只要幾乎都是差一點 隊長方面是半減 輕減都沒有的 唉... 那都是難用一點 都是快刷用啦 即是拆回 煉獄關 不是 極煉關啦 那下一位是這個 命運的 紡織命運的機神 哇這名字很極竭 我喜歡名字 變成了4SB 然後多一個50%以下強化感 那Q版的他就是 Buff了個SB 都是 都是還好 這一位都是用來化刷多 繼承多 因為CD技就 出3顆火 都是 算是比較罕有的技 好下一位是這個 創造命運的機神 那星是Buff做SB 然後多一個魔法貫通 不是 兩顆魔法貫通 僅此而而而 Q版方面是加回個什麼 加回個魂耐性 那本身是兩CD技的出心珠呢 那這一隻都是快刷用的 那Buff完我想都是差不多的用法 那下一位是這個 望見命運的機神 OK 那星方面加回個什麼 7C 強化僅此而而而 那Q版方面是4SB 然後就沒有了 OK 沒有了 那這一位曾經是在木工部隊 即是那時的千石繪製隊 都算是蠻active的 蠻常用的 那現在就難一點點了 好那這個守護女神就 昨天都說過了 OK 沒有特別大的Buff 那張卡也是 加回個HB強化感 沒有了 那Dark side方面看看 那4SB 嘩 那麼少東西 那技能是4CD技 即Buff了4CD技 那其他沒有變 這打是1.5倍半減 其實8倍攻3C加算 那都是這樣啦 我想快刷用都OK的 那吉祥女神 嘩 既然有Buff 不是吧 那麼害怕 難道雷帝有Buff 那武衝覺醒多回個暗炎耐性 沒有了 那之後呢 嘩已經沒有了 OK沒有了 我就打算 吉祥和這個女帝是有Buff的 誰知是沒有的 那是超多角色的強化啦 嘩超多 是幾乎全部都是強化的 但是一半都是三半色強化啦 有些Buff是真的不算特別強的 就是小SB變大SB 但有一些就很強的 那比喻是白羽騎士啦 這個真是 超大Buff 這樣Buff了超多東西 暫時看來白羽騎士 應該是裡面不得最漂亮的那隻啦 那其他都 都Not bad的 但是就未到這樣的震撼性 好 那這一個就是Gunho的 角色強化啦 OK 那下面是什麼呢 這個Skin重說了 那之後呢 嘩 下星期一開始是講到Halloween的合作的 那Halloween合作 看看先 那到時再講一下新角色啦 OK 都未公佈的 那 PND阿姨說呢 那下星期才公佈的 對啦 他說下星期才公佈 好 那還有這個投票的神Up 是10月10號就完 那各位記得投票啦 好啦那今天就主要講了這個 Gunho的角色強化啦 還有這個复刻時間 是下個星期一 10月 11號 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影片的 希望留個讚和訂閱我啦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